她是江青重要心腹 关键时刻去暗主华国锋粉碎四人帮 为何 1976年10月初 中办副主任李新接到了一桶神秘电话 在打完电话之后 她决绝地同妻子告别称 我走了 去做杀头的大事去了 几天之后 在华国锋 叶剑英 汪东兴 三位党内元老的引领下 中央成功在中南海内 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团体全部逮捕 随着四人的落网 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社会面貌为之一心 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四人的落网 实际上与中办副主任李新 有着很大干系 作为江青的心腹 李新不仅为帮助四人逃脱 甚至还在行动前 主动向华国锋主席建议立即隔离审查 为抓捕行动制定了详细方案 李新作为心腹 为何背叛江青等人 为何做出如此贡献的她 最终却岌岌无名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 一起了解李新的故事 1976年9月9日 近代中国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与世长辞 中国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沉寂与悲伤之中 然而就在全党 全军 乃至全国人民 都在为主席的离世而哀悼 而惋惜之时 却有这样几个人 在暗中计划准备谋夺党的最高权力 毛主席离世之后 中央主席职位便因此空缺 在主席离世前 基本已经预定中央主席由华老担任 但江青显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因此开始四处活动游说 希望能够拉拢到更多的人 加入到自己的山头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青等人的意图愈发明显 1976年10月4日 光明日报 头版发布了一篇很特殊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大意都是 此前华国锋主席 在毛主席逝世之后 对中央未来工作的有关讲话和指示 但令人不解的是 这篇文章却刻意歪曲了 华主席真正表达的意思 在某些方面通过施加永远这样的 限定词来改造华主席的理念 就连文章的标题 也被恶意篡改为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华国锋主席作为毛主席看重的接班人 显然是不会说出这样违背真理的话语 光明日报出版这样的文章 显然有着其中深意 时任中办副主任的李欣 在观看完这条报道之后 不由的心中打惊 原来 他发现这篇文章的署名者 乃是江青等四人小团体 最常使用的笔名 是他们舆论战的最佳笔感 显然这篇文章 便是由四人小团体炮制而出 意图通过歪曲华主席的做事理念 来陷害他 以此阻碍华主席成功接班 认识到事情严重性后 李欣当即决定向华主席密告此事 但此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度却不小 首先 以鄙视紧张的局势来看 江青等人和华老 叶帅等人之间已经视同水火 相互间早已暗中窥视 生怕对方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 如果李欣贸然行事 很可能会就此打草惊蛇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 李欣虽然是中办副主任 但过去因为与江青等人更为亲近 根本没有多少与华老接触的机会 这样直接去找华老 能不能顺利见到华老的面都是个问题 再三思考之后 最终李欣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来通知华老 他拿出钢笔 在仔细审视一遍后 将手中的《光明日报》中 所有用词有问题之处都标记了出来 在完成标记工作后 他当即找到自己工作上的直属领导中办主任汪东兴 将那份特殊的《光明日报》交给了他 汪老作为毛主席的多年秘书 是何其聪明之人 在与李欣交流之后 当即便肯定了李欣的相关猜测 汪老很快又拿着那份报纸找到华老 点名了彼时的紧张局势 华老在仔细审阅后 也得出了相同的答案 心中顿时感到不妙 而对于李欣能够在如此危急的时刻 不顾自身危险 为自己提供如此重要的情况 华老心中充满了感激 而实际上 这已经不是李欣第一次 以江青团体心腹的身份 向华老等人传递情况 在9月中下旬 姚文元等人便希望借助毛主席 离世的机会 将正在编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夺走 作为负责选集编撰的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李欣彼时便察觉到了异常 并做出了拒绝回答 可姚文元等人 却不愿轻易放弃 多次三番向他强要 为了保住毛泽东选集 李欣主动找到汪东兴述说此事 在汪老的帮助下 华主席与李欣会面 商议如何妥善处理此事 交谈之中 已经预感到将来会发生大事的李欣 便首次向华主席建议 将四人小团体马上隔离审查 但因为事关重大 华主席因需要与几位开国元勋商议 最终没能当场决定 可李欣作为江青等人的心腹 为何选择屡屡向华主席等人告密呢 她是江青重要心腹 关键时刻却暗住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 为何 李欣 192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早早便生活在红色文化的环境之中 虽然因为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 共产党的大部队离开了江西 但红色思想却在江西传播开来 幼年时期 李欣在南昌本地就学 展现了不错的学习天赋 她打小就聪明伶俐 学习速度惊人 自小开始 她便总是名列前茅 是无数家人和孩子羡慕的对象 中学毕业之后 李欣以极其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南开大学 成为了家乡人们羡慕的大学生 进入大学之后 本就思想进步的她 接收到了更为先进的理念 不知不觉之间 李欣便成为了一位 愿意为民主和平事业而现身的战士 21岁那年 正在南开就读的李欣 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成为了一位 为国家民主统一而奋战的革命战士 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民主党派之一 民盟与我党之间的来往甚密 李欣也在接触到我党之后 开始逐渐向我党靠拢 短短一年时间后 李欣成功加入我党 因为本身的高学历 大学学历的李欣 很快被我党分配至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 参与有关的统战宣传工作 大学毕业之后 李欣更赶上全国解放的浪潮 她被组织调往天津宣传部 担任宣传秘书 因为出色的文笔能力和理解能力 作为宣传秘书的李欣 很快便获得了天津市委的信赖 晋升为宣传科长 李时正值新中国建设初期 因为解放全国的速度过快 我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也太过迅速 很多方面的工作开展并不到位 对于我党公布的许多文件 老百姓都不怎么理解 也更谈不上支持 但在李欣的努力工作之下 天津地区的百姓 对政府工作的相关内容 则更加熟悉 支持力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正是因为有了李欣等 宣传科工作人员的努力 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 才以最经验异动的形式 得到了宣传 让更多人能够明白 相关政策的内容 老百姓们理解了 新政策新规定 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自然也就更加愿意 支持共产党政府了 在天津宣传科的工作 让李欣很快声名大噪 成为了建国初期的 一颗政坛新星 而对于这样一颗 宣传领域的新星而言 天津自然不是他的仕途终点 1953年 高等教育部将李欣带走 将其纳入麾下 李欣以精湛的文笔能力 负责起了教育部内文书方面的起草工作 很快 调往教育部的李欣 便适应了相关工作 并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他不仅再次受到了表扬 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 1958年 时任中央文教副组长 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 看中了李欣 将其从教育部调离 在经过一番观察之后 李欣很快因文笔能力 得以出任康生的秘书 负责中央文教小组的相关文件起草工作 在就任秘书期间 李欣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和出色的文笔能力 让他很快便获得了康生的信赖 成为其最为倚重的心腹 康生作为文教领域的负责人之一 在特殊时期也担任了宣传岗位的部分职务 同时 康生作为江青的老乡和熟人 二人之间的私下交往甚密 因为这个原因 就任康生秘书的李欣 很快也进入了江青等人的视线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过后 江青对这位笔杆子十分满意 将其视为心腹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位心腹根本与自己不是一条心 他是江青重要心腹 关键时刻却按住华国锋粉碎四人帮 为何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李欣似乎对康生和江青等人十分忠诚 尽心竭力地完成他们交代的任务 但实际上 这位文书出身的共产党员 心中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十分坚定 在追随康生的过程中 这位秘书便已经认识到了 自己犯下了不小的错误 但碍于整体局势的原因 他自认人为言轻 根本无法改变整体局面 于是只好委屈求全 等待时机 在毛主席逝世后 作为中办副主任 李欣更加明晰地察觉到了江青等人的险恶用心 在一次次的事件之中 李欣终于认清了几人的险恶面目 最终 李欣决定做出人生中最关键的决定 与江青等人彻底决裂 在光明日报事件发生后 李欣便向华主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他看来只有尽早出手解决问题 才能不带来麻烦 很快 华主席等人在与叶帅等人商议后 下定了最终决心 作为笔杆子 李欣承担起了为叶帅 华主席等人起草具体方案和通知的任务 在他的精心设计之下 很快叶帅等人便成功完成了抓捕行动 解决了问题 但李欣作为重要帮手 在事件结束之后 却没能获得扬名的机会被群众所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与两个原因有关 首先来讲 李欣此前的政治立场 确实存在着重大问题 即便是他内心对江等人的做法不认同 但在客观意义上帮助康 江等人做了不少坏事 这些恶劣影响是不可能 因为他最终的正确选择而抵消的 这样一位本身具有负面色彩的人物 如果大面积在全国范围宣传 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即便他在最终消灭几人的过程中 做出了巨大帮助 但也大概是功过向底 此外 虽然李欣在此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这样的贡献 最终所依靠的也是叶帅 华老等人的实际行动 如果没有叶帅 华老的行动 李欣即便提供了相关的信息 给出了相关建议 和无法落实形成最终的结果 而最关键的是 如果没有李欣的通告 华老等人便不会在最佳时机动手抓捕吗 当然也并非如此 实际上在李欣有此想法之前 华老等人便已经提出了 隔离审查的相关建议 只是彼时因为情势不明 该想法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件的走向已经愈发明朗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叶帅 华老等人不可能不清楚 即将到来的风险 因此 隔离审查的提议 最终还是会被几人再次拿出 并得到通过 也就是说 即便没有李欣帮助 最终华主席等人 还是会在合适时机 做出隔离审查的决定 只是李欣的出现 让华主席众人更早下定决心 在更精确的时间做出决定 这样锦上添花的行为 虽然确实有贡献 但显然比不上雪中送炭 因此 在事后得到淡化 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江青四人被捕后 很快中央便着手解除 其在上海地区的武装势力 定最终以和平手段 夺得最终胜利 就这样 在华主席 叶帅的领导下 中央以和平的方式 结束了一场 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 李欣作为曾经的江青心腹 对其做出的许多事情 都有了解 他积极主动地透露了相关事件 作为有效罪证为 最终审判江青集团 做出了帮助 可尽管做出了不少贡献 但李欣因为对真理的 错误认识问题 最终也未受重用 1980年 李欣卸任中办副主任 选择退休 以平凡人身份生活 1991年 李欣于北京病逝 享年65岁 255分岁 5分岁